VGA App 带大家游覽1000個大灣區優質樓盤 事實上有新樓盤 特加科即時通知你 令你快人一步 專業評分系統 VGA 把份法真實評價 樓盤一目了然 選樓一擊即中 惡視AI智慧選樓功能 由我為你挑選深水靚樓 無論買樓、推薦朋友或參加活動 即時儲積分換獎品 真是這麼有著數 有現在就有安樂的家 大家好 很多觀眾想看我 拍一下我吃甚麼 因為你知道 我做那個斷食計劃 不會好像出去了大灣區之後 這麼多精彩的食物 我都拍給大家看看 今天就到睡這張床了 昨天睡那張 今天到睡這張 就有不同的感覺 我發覺其中有一個 給自己沒有覺得那麼悶的方式 就是有時候你把床 比如睡不同的床 有時候把椅子 放在不同的位置 把這些物件移植 給你一個新鮮的感覺 好 這個就是我今天的午餐 今天是28號 第五日 那我發覺 那首先我先說一件事 原來我發覺 以前很多吃齋的朋友 其實吃齋吃慣了 真的覺得沒有問題 無緣無故的 我們平時不是吃齋 無故的吃齋 就是很難頂的 我真的發覺 我去到今天第五日 那我吃了幾天水果 和蔬菜 沒有問題的 完全OK的 就是不會有肚餓的感覺 那就 不過我吃水果的方法 就是我有空 我吃一點 有空吃一點 那我剛剛就在美團 就買了一批水果回來 那當然這些有些 都吃這些 我簡單介紹給大家聽 是什麼 那我就再買 這個很棒的 橫桃 是很小顆的 這麼大顆的 OK 桃 有番石榴 這個就是棗 這隻是小顆的 這隻是大顆的 大家見 OK 這個棗 我叫多了很多 因為很好吃 那我每天早上吃的 黃金奇異果 很多人問我是什麼 黃金奇異果 就是這隻 就叫做陽光金果 OK 那我所知道 這隻陽光金果 我在香港 我就有果欄買 一箱箱買的 但是 就 但是 角落 我知道去那些 就是那些 Walmart 有一個叫什麼 Sams Club OK 三母店 是不是 去那些地方 也是一箱一箱買的 很便宜 便宜過香港 所以這次如果我出了肉 之後 我也會去那裡 買幾箱奇異果 到時候會拍給大家看 香蕉 香蕉 今次買了一些不同的 香牙蕉 龍眼 這個是香港小食 青瓜 就這樣咬的 OK 這些就是我的 吃的食物 OK 不如這樣 我經常在大灣區拍 吃飯 今天呢 都 拍下吃水果 其實都是 都是我的午餐 OK 那我就 這一餐午餐 我就這麼多東西了 OK 其實都挺多東西的 一個土 一個香蕉 青瓜 還有這些 翻石楼 還有木瓜 但是木瓜 未必吃得完 這些全部都很便宜 木瓜 好像沒有記錯 好像十元都不小 OK 這些都是十多元 十多二十元一盒 這些都是十多元一盒 翻石楼很便宜 你 如果你買入口的水果 就貴 如果不是入口的水果 就超便宜 因為你知道大陸 是種水果的 好嗎 那今天呢 我又沒試過 嘗試拍 吃水果 之前又拍 吃什麼燒雞 又拍 吃什麼麻辣湯 這樣就吃了水果 那首先 排第一 最喜歡吃 我排排第一 最喜歡吃什麼呢 最喜歡吃就是 棗 這些就是紅棗的棗 它有大中小 這隻是小 原來還有一隻大的 大的我下次再訂 因為比較一下 這個十多元一盒 這個二十多元一盒 OK 一盒好像是五百克 OK 這樣呢 嗤嗤嗤嗤 咯 咯 咯咯 超甜 水分又夠 其實它帶這些 差不多像蘋果仔 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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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爽脆的 甜的 歐女說呢 原來外國呢 她有些YouTuber 只是拍她吃東西的聲音 都訂閱 是燒爆 網紅來的 大家聽不聽啊 我都把聲音拍給大家聽 粒核 其實粒核就是紅棗核來的 一模一樣 只有這麼小粒 好甜 好好吃 極力推薦 我知道香港有粒 但是 不是很多人買 還有 不是很多人買 還有呢 我香港看見的 全部都是小粒的 我都看見的大粒的 大粒的呢 我記得當中 整個乒乓波那麼大 我下次 我下次 叫回來給大家看一下 那跟著呢 第二樣我排得 好 就是這種 這麼小粒 好像剛才做這麼大粒 它叫做杏土 杏土 我平時看的土很大隻 這些也是土 但是這些是這樣的 香港我沒見過 而且很便宜 一盒十多元 二十多元 都不知道二百多克就是十多元 五百克就是二十多元 那是怎樣呢 這水都流出來 看到嗎 OK 其實粒子都很小 很多水分 又是超甜 賣上了一樓 那其實你普通呢 我通常這樣 就不用像這個 這樣放進去 就把粒子拿出來 粒子都很小 我想這粒就是杏仁 應該剝開裡面是杏仁 就這樣吃而已 很方便的 很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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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香 很帥 又帥 最好 又把粒子拿出來 也沒什麼 同時吃這些就有毛毛 沒有的 它滑滑滑滑的 又甜又便宜又值得吃 放進嘴裡 搞定 嘩 番石楼就不用表演了 是不是 我也知道 番石楼以前我是在调景嶺讀书大家知道 我每天走山上学 那时候调景嶺走山回去游堂高超道 很多番石楼树 但我发觉以前的番石楼和现在不同了 以前的番石楼是很香的 现在番石楼已经不香了 以前那些番石楼很味香好吃 我家里也种了番石楼树 自己种才能吃到以前的番石楼 现在这么大那些 一定要批起皮 以前那些就连起皮 真的很好吃到 甜的 心甜的 现在我走的时候 我家里的番石楼树这么大 我回去的时候应该熟了 我喜欢吃传统以前的番石楼 不知道是不是其他品种 甚至基因改造 但我很喜欢吃番石楼 好 好 吃这个青瓜 这个青瓜 这叫脆瓜 啵啵脆 香港人有少的 国内就很流行的 国内有时候旅行 他们怎么都放几枝青瓜在袋里 因为又不会黏黏黏黏 又容易洗 就咬了 其实北方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北方 北方以前我住过大连 住过沈阳 北方就是甜酱的 甜酱还有一些麻酱 甜酱麻酱 点下去 点完之后就咬了 是主食来的 嗯很多水的 好脆吧 好健康的 吃青瓜 因为糖分又不高 又多纤维 好嫩 吃青瓜就要吃这些小枝 这枝也算大 我北方叫你吃一些小小的 还有我之前有介绍过 有些是这些 不是很小的 上次在台山 用来炒咸蛋的 那些瓜苗 就是这些 哇爽到 真的好吃 那我在大连 沈阳的时候每次吃饭 去吃麻辣火锅 什么都好 一定有一碟青瓜饭 给我们吃的 就当水果吃 不过我 我都不喜欢这样吃 味道很寡 我喜欢就像他们那样 点甜酱 好 到木瓜了 哎呀 木龟拿把刀来 大家木瓜看不看 木瓜 多次给大家看 看来 不记得 不记得拿把刀过来 啊 开这个木瓜看看 美不美 好便宜 超便宜 因为木瓜这边很多 哇 美不美 哇 好帥啊 也好帥啊 那 木瓜呢 我家里香港就有两棵木瓜树 但是种了不是很久 年多两年左右 那 木瓜树就越种 我现在在画些核出来 所以观众看不到 木瓜树呢 头一两年的木瓜是小的 木瓜树大家知道吗 其实如果大家喜欢看 我种的东西 其实我 我真的百足这么多招 我可以告诉大家 其实我种东西是很有经验 和很专业的 我可以讲种东西 如果讲种东西 我可以拍十几二十集都可以 种东西 大家知不知道木瓜树有公和那的 给大家几秒回答一下 知不知道木瓜树有公和那的 如果是公的木瓜树 是不会有木瓜的 所以大家如果真是种木瓜树 是种一年两年不知道 为什么还没有木瓜出来的呢 你没那么傻 你那棵根本是公来的 木瓜树容易种 如果你真的有些泥 那种花盆 不过我见人种花盆 就种到木瓜出来的 木瓜有公和那的 其实 如果你那棵是那的就没问题 如果你那棵是公 你建议不断开花 但是都不结果的呢 你知道怎样 原来木瓜树 真的自然太神奇了 你是有一个方法 可以将熊性的木瓜树 变成丝性的木瓜树 然后使它可以开花结果 你知道吗 给大家几秒 我试一下木瓜 让大家想一想 原来是可以将它 改变它的性 改变它的性 我试一下甜不甜 嗯 好甜 小小的木瓜 小小的木瓜才甜 大只用来煲汤 好甜 好 我告诉你 木瓜树 如果你那棵是攻击的话 你怎样 你走到树干那里 树干那里 我当这个树干 我当这个树干 树干 拿把刀 割它几个东西 很有趣 木瓜树原来 当它觉得被人去攻击它 即是伤害它 他嫁人之后 其实它要连口 但是呢 接着它就会改变 它变成那 接着它生木瓜 这个世界 神创造世界多奇妙 我是成功了的 我本来有两棵木瓜树 一棵弓一棵那 后来那棵弓 没有木瓜等也没有 接着我真的去刮它几刀 接着很快 接着就开花 接着有果 现在两棵都有木瓜 所以如果你遇到这些困难 就可以试一试 其实如果慢慢有机会 我回到香港 其实我是可以 如果大家喜欢看 我去拍一下 因为我有个花园 我有个种菜的地方 就是我种了 我种了山菜 我种了葱 我种了香茅 因为我女儿很喜欢用香茅来煲汤 就是做泰国菜 泰国汤 香茅 我种了很多香茅 香茅很容易种的 我种了番茅 我种了两棵木瓜 我种了一棵番茅 我种了一棵很大的桑树 很多桑子 结果的时候 我的桑子是多到要送给人的 送给我的同学 我种了芫茜 那种 这种费 那种参加蜘蛳 其实种的东西 很多这样都可以说的 就是种的方法 你也好,你買一棵細又回來種好,下來,肥料,花心機花時間,拔野草 當它有結果,當它有得吃的時候,當我摘那些番薯葉的時候就很有成功感 因為覺得是賺了的,所以我喜歡種的東西,這幾都有的 例如通菜,通菜剪完它又生,蔥又是,我種的東西全部都是剪完又會繼續生的 番薯葉也是,散菜也是,我不喜歡種的東西,種完之後就要下年再播種 那些我真的沒有這麼多時間,我覺得那些投資價值不夠 我覺得投資價值那些就像我買了樓一樣,買了一間漂亮的樓 我租出去,每個月有租收,那我就過癮了,那棵東西又越來越大 那棵番薯樓樹又越來越大,又屬於我的,那棵番薯樓樹就有了我 我就有了它的房產證,屬於我的,那棵桑樹又是 那種東西都可以有投資的道理去裡面的,乾不乾呢 好,那今天呢,啊,最後有一個很重要的消息,不好意思 我應該開頭說,忘記了一下,那觀眾也聽一下 近期,相當多發生這些事情,那我真的要告訴你,沈博士求救 好,上次你說有一個客戶,內地戶口被凍結 現在與我一起買樓的朋友,戶口,剛剛就是被凍結 那我們所有的訂金,是經找換店轉往內地的戶口的,再轉去交流盤的 現在在山東公安局通知,山東公安局通知,事件交流監州調查 那我們又不能過去,電話又不通,可以怎樣做,求救,求指教 當然了,我已經找了,我已經盡量幫他了,找了人幫他了 那我真的覺得,都要給大家觀眾,因為可能有些觀眾 最近都在搞買樓的東西,那就是又一單,這個是我認識的 認識我,那我想可能不認識我的,都可能有很多其他的 大家如果真的買樓,匯錢,近期,大家真的要小心,很多這些真事來的 真人真事,是正在發生的,所以大家真的要小心 那這位觀眾我希望能夠幫到他,能夠盡快,能夠開回戶口 那但是,真的一位半位觀眾我可以幫到你,但是如果太多 我也沒有辦法的,OK,因為我們不是這些部門來的 那所以大家小心,讓大家知道這件事 好,謝謝大家收看,大家都可以嘗試一下 就算在香港隔壁都好,不是隔壁,即是香港現在大家少出街了 又不可以去外面吃東西了,都可以嘗試我,訂一些日子 好像我這樣,多吃點水果,水果不是便宜的,不是省錢 是因為身體健康,吃一下會習慣的 那當然時間大家自己訂,你可以訂連續幾天 或者訂某一餐用水果來取代,那我也希望大家個個身體健康,OK 希望香港疫情快點快點完結,拜拜 拜拜